你好,我是社工師吳昌君 其實我覺得我這個角色 我會想讓大家更了解 社工師這個職位 在醫院裡頭到底是扮演什麼角色 那在開拍前其實我們要去醫院 然後去訪問真正的社工師 因為我不想要自從演員的角度來演戲 更想要從他們真的在這個崗位上 用他們的出發點來表達這個情緒 他說其實我看了很多影片跟電視劇 有關社工的東西 我看不到溫暖 跟我看不到我們平常真的在努力的事情 對,所以我更想傳遞的是 社工師帶給別人的溫暖 沒對這麼多事情 辛苦你了 對,所以其實他們是很偉大的 他們是默默耿耿的一環 媽媽,你不要緊張 我們先旁邊休息一下 給你一點時間 這段時間我一直陪著你 我不會離開,你放心 5月4日起,每週六晚間酒店 生死機信員,請鎖定公視 breaks給我 方向不用懷弄 裡面 這個